大家好,我是伟张鹏 今天录制视频的主题是锻炼我们的PC机 PC机的功效率是特别多的 男女都需要练一下 尤其是有些人是有痔疮的,也可以练 他是一个提纲运动,一个缩锅运动 他俩其实是一样的,就可以锻炼我们的PC机 这是应该是比较好的 但是呢,提纲运动和缩锅运动是不好录制出来 所以我这是另外一种方式 同样是可以做的,而且效果特别好 对我们的大腿的内腿技术也起到一个端领 好,我们讲一下方法和步骤 首先我们平躺或者是找个一家店 或者是床上都可以用的 然后平躺的时候,我们把梁腿一起 第二步把梁腿一起抬起来 然后一个放下来 然后抬起来以后往下放 不要按这儿床控制住 然后交替 交替的时候不光是腿,这大腿全部都锻炼了 然后内侧的肌肉锻炼会更好 然后交替 这样有一点要需要注意的就是 在交替的过程中我们要把那个肛门向上吸紧 就像我们想上厕所拉屎要憋屎的一样 加紧往上收,收肤 然后肛门要是往上,就这样 收紧肚子,然后肛门向上提 每天坚持做个三十次 为一足,一般做个三足就够了 基本上你当天晚上练完 第二天早上就会有感觉出来 就感觉这个腿和整个腰胯这一块 会有轻松的感觉 以及有功能增长的感觉 好,今天就到这里